挨地有征召孔光道公车 询问关于日时之事 受任孔光为光禄大府 官至中两千代 任挤士中 地位仅次于丞相 当初 王莽返回封国后 闭门不见宾客 以求自保 他的次子王霍杀死家奴 王莽严厉责备王霍 命他自杀 在封国三年 官吏百姓尚书 为王莽呼冤的数以百计 到本年 贤良 周护 宋崇等 在朝廷对策时 有大大送扬王莽的功德 为他辩冤 哀地于是征召王莽 以及平阿侯王仁 回到京师 让他们 侍奉太皇太后 董贤利用 发生日时 这一变异 阻止赴燕 西夫公 对匈奴挑动战争的计策 新毛 哀地收缴 赴燕印信受贷 罢免官职 让他离开朝廷 回到府邸 正月十七日 皇太太后 傅氏驾崩 与原帝 合葬魏陵 称为 校园 父皇后 丞相 御史上奏 谈劾西夫公 孙崇 等人的罪过 哀地 于是罢免西夫公 孙崇 官职 遣回封国 又罢处 侍中 朱曹 黄门郎 等 数十人 报宣尚述说 陛下把上天 当作父亲 把大帝 当作母亲 来侍奉 把人民 当作儿女 来抚养 即位以来 上天缺少光明 大地发生震动 百姓流传恶言 互相惊扰 而今 元旦年月日 三始之时 就发生日始 实在令人畏惧 小民在平常元旦之日 尚且害怕毁坏器物 何况发生日始呢 陛下深刻地在内心责备自己 避开正殿 举荐直言之事 征求对过世的批评 罢处赤退外妻 以及身边白吃饭不干事的人 征召任命孔光为光路大夫 察觉了孙宝 西夫公的罪恶 把他们免官遣回奉国 民众一致 无不欢喜 天人同心 人心欢悦了 则天心的愤怒自然化解 然而 二月十六日 白气侵犯太阳 天气连阴不语 这表明 天下尚有忧愁 纠结在一起 没有化解 百姓还有怨气 没有平息 势中驸马队懂贤 本来与陛下 无丝毫亲戚关系 可是凭着他的魅色 和巧言阿语 博取陛下的欢心 对他的赏赐 没有限度 竭尽了府库的积藏 合并三座宅地赐给他 还认为太小 又拆除宫廷报室 来扩充面积 董贤和他的父亲 可以坐着 知识天子的使者 将作大将 为他修建宅地 连夜间 为他巡逻的立足 都得到赏赐 他家祭祀祖坟 和举行聚会 都有太官供应 各地的贡献 本应当奉养一位君主 而今 反而全到了董贤的家里 这难道是天意和民意吗 天意不可长久地悖逆 对董贤如此后代 反而会因此害了他 如果真要联系董贤 应该为他向天地谢罪 解除天下对他的仇视 罢免他的官职 遣回封国 没收所赐的御用器具 归还皇上 只有这样 才可保全他父子的性命 不然的话 作为全国所仇恨的人 他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安宁 孙宠 西夫公 不应该再拥有封国 应该全部免去 一向天下表示彻底改过 重新征召和武 师丹 彭轩 复喜 使百姓看到一个 全新明朗的局面 以顺应天意 建立大政 开始复兴太平盛世 哀帝感到非常惊奇 采纳了报宣的建议 征召和武彭轩 并受任报宣为私利 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 请太皇太后下令给丞相御使 要他们增加董贤彩义两千户人家 并赐给孔香侯 汝昌侯 阳心侯丰国 皇家把诏书封起来退回 并上密封奏书劝谏说 我听说 爵位 俸禄 土地 是上天所有的 书经上说 皇天 命有德之人 列居天子 诸侯 清 大富 氏之位 穿表示尊卑的五种服装 色彩图案 各不相同 君王代表上天给人封诀 尤其应当谨振 画地分封采意 如果处理不当 则民心不服 民众的怨气 感动阴阳 就会深深的损害陛下的身体 现在陛下圣体久不康复 这是我内心所恐惧的事情 高安侯董贤 是坚硬的宠臣 陛下把爵位封给他 使他显贵 竭尽财货赐予他 使他富足 损害圣上的利益 去宠爱他 君王的权威 已经被降低 国库的积蓄 已经枯竭 还唯恐不足 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 孝文帝想兴建露台 因为看中那百金的修建费 而克制自己不去兴建 如今 董贤却把国家的赋税 作为私人恩惠随意施舍 甚至一家就可得到千金的赏赐 古往今来的贵臣 还从未有这样的 有关董贤的流言 传播四方 人们全都怨恨他 俗燕说 千夫所指 无病而死 我常为他感到寒心 现在 太皇太后 根据永信公 傅太后的遗诏 而下诏给丞相御史 要增加董贤采义人户 赐给三位侯爵封国 陈王家感到十分困惑 山崩地震日时 同时发生在元旦三世之日 这都是上天因为因亲阳 而显示的警告啊 前些时 东贤已再次封决 赋燕赋伤也再次改换封国采义 正业则利用私情横求 陛下所施恩惠 已经太后了 他们仍自以求所 不知满足 这已经深深伤害了 尊崇傅太后的本意 无法向天下人公布 危害制大 陈属娇横 就会冒犯欺骗主上 使阴阳失去调解 阴气阳气互相冲突 伤害身体 陛下卧病 久不痊愈 又未立继承人 应该考虑 使万事步入正轨 顺应天心民心 以求上天的保佑 怎么能忽视自身健康 而自意放纵 不念高祖创业的勤奋艰苦 留下所建立的制度 要使他传于无穷呢 我仅把诏书封还 不敢显露 让别人看见 并非因爱惜生命 而不敢以违抗 诏旨之法自和 实在是恐怕天下人知道 因此不敢自我弹劲 因此不敢自我弹劲